然後那是國家資源的 跟配合理由的優先順位 我從第一屆來到立法院 開副推動再生的原發展 因為我知道 我們最近看過柴靜的窮頂之下 他最後講的就是要解決個問題 就是要能源轉型 那臺灣事實上很早就應該做能源轉型 那之所以為什麼沒有做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我還記得有一天那個李鴻遠部長 有一天跟我在一個短暫的機會交談 他就說奇怪 德國為什麼有辦法在柴靜河南之後 立刻停掉那個發作老舊的核電廠 他們怎麼辦到 我說部長 人家是非常早就開始在推動綠燃 所以他們可以很放心的 把那個老舊核電廠停掉 但是在德國開始發展 綠燃 就是他們立法 就是你有立法跟沒有立法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統計數字 那個直線不斷地飆升 但是同個時間 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要把核四停掉 然後呢 我想大家都可能記得 當時台電不斷地對外講說 如果當年阿扁指證的時候把核四停掉 那違約金跟工程款要賠三千多元 大家可能還記得 但是後來我去拿到一本 民進黨執政之前前一年 台電內部做的 就是說如果把核四停掉 他們要的那個各種要面對的問題 那裡面他們的評估 違約金加上工程款 頂多就是800億 頂多就是800億 所以2000年我們核四沒有停掉 那那個時候我們 那個時候停了有800億 結果我們現在 我們去年開始在那個時候就2800億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2000年的時候把核四停了 把那2000億拿來發展 綠能或海洋能或什麼 我相信現在我們已經是不得了 我們可以成為世界的示範的一個國家 我怎麼講 當然很多人就講說 台灣是個孤島 我們跟很多國家沒有電廣相連 地球也是一個孤單的星球 你所有的能源都自己要想辦法 如果我們台灣有辦法解決能源問題 我們馬上就變成是世界之光 就是說你台灣所想出來這些解決的方案 馬上就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這個學習的典範 那我大概20000年我去德國 對 2002 我去德國訪問 我就問了德國經濟部的官員 我說那時候德國太陽能的 德國費率比現在還要貴 我說你們用那麼貴的高的電價去收買 是收購太陽能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不划算 這個德國的官員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好划算 為什麼 在這種再生能源 你搶得先級就搶得雙級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已經創造了 十幾萬的就業機會 他說他們去精算過 要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德國政府要投資多少德國馬克 所以他們覺得慎重 他們還賺到國民的健康 他們少用了這個燃油燃美的電力 而且他們還賺到了這個環境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這個我想了很久 我跟沈世宏前書長有很多意見 決然對立的地方 但是有一次他在一個場合就發表演講 他講了一句話說 這整個能源轉型 事實上關乎一個非常核心的 就是政治意志 所以我們看到福島核災之後 梅克爾總比是停掉發作核電 他是核子物理學者 我相信他的各專業度 我相信是沒有問題 但他停掉發作老舊的核電場 然後宣布2020年 德國要基督非國家 德國是個工業大國 然後當然大概就講說 有人就說 德國因為跟別的國家電網相連 所以他們可以很放心的放棄德電 我去請教德國在海的官員 他告訴我說沒有 他說電網對現代的國家 就像血液這麼重要 我怎麼可能我的電網 跟其他國家全部相連 對不對 那這個就很像年底英 他得SARS我就得SARS 所以他說 即使是歐烏某個國家 他們的電網 都只有百分之三 頂多是百分之三相連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想了很久 我是覺得一個 作為一個母親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我覺得最負責任的方法是 給我們的孩子最安全的家園 我們讓我們的孩子可以安全長大 那我是覺得說無論核電有多好 有一件事情到絕對沒有辦法說服我 就是你為了四十年的用電 你留給只是百萬年有毒的這些核廢料 這一點我就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我認為說 事實上我們今天不是說我什麼非理性的去反核 絕對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斷地講我等台電你來說服我 如果你告訴我說這個核廢料是可以處理的 你可以保證 像神一樣可以保證 我們的核廢堂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那我們還可以來討論 現在問題是沒有任何人敢跟我保證 我可以問到 總統我沒有辦法問 我從胡敦義問到講一話 我所有可以問的人都問了 沒有一個人敢用身家性命 甚至不要講身家性命 我用一個退休機來跟我保證 他都不敢幹嘛保啊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你不敢保證 你憑什麼叫我要用這個東西 然後你到時候拍拍屁股折 你領了你的退休機去安詳於你 然後我們在那邊 完全就是束手無策 這有等詞 然後我就覺得說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像黎兒講的 我們需要為了那百分之十幾的變 去冒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嗎 我是覺得不需要 我寧可吃得比較壞的 就像我們當年宜蘭反六親一樣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反六親 我們馬上就失去王老慶 講的那些工作機會那些投資 那我們寧可 我們跟人家說 採摩金啊 亡家驚 我們不要六親 那就像陳定蘭講說 我們可以賺乾淨的錢 我們不用賺污染的錢 賣碳辣散 那我們今天可以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生活 我們就不要去冒這種亡國滅種的危險 到孩子 這個是 那個是未來不可想像的場面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整個國家 整個政府到現在沒有一個人敢公開 在國會的電場跟我保證 他可以像神一樣保證我們核電場百分之百沒事 那所以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 核電只有神才玩得起的火 那既然我們台灣沒有一個人是神 那我就覺得我們是沒有資格使用核電的 那首爾市長已經很成功的減少了一座核電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都看得到 台灣的太陽能 我們的條件比德國好 比日本好 他們做得到 我們絕對做得到 好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絕對不是意氣用事 這個是經過盛世手藝 我們各自有這條路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們因為一直長期在做在聖誕園研究 包括太陽能風能地熱 那我請我的老師來回答一下 剛剛您提到的那個黑狗的問題